当地时间18号上午 应泰国总理夫人纳拉鹏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 部分经济体领导人及代表的配偶 共同参观大城府国家艺术博物馆 彭丽媛抵达时 纳拉鹏在博物馆门口热情迎接 并全程陪同参观 展厅内陈列着泰国王室重大庆典艺术品 和泰国传统手工艺展 彭丽媛不时驻足听取讲解 称赞泰国手工艺人的工匠精神 当听说博物馆是根据 施力及王太后意愿建立 旨在传承发展泰国传统手工艺 帮助偏远地区贫困家庭自力更生时 彭丽媛表示赞赏 并说这和中国在老少边穹地区 开展扶贫的理念很相近 在看到博物馆出售 师学儿童通过王宫手工艺学校 培训制作的作品时 彭丽媛欣然表示要购买一些 以支持泰国王室扶贫项目 一个莲花竹台吸引了彭丽媛的注意 彭丽媛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中国人爱莲 崇尚莲花蕴含的纯洁高贵的品质 那拉鹏深表赞同 说莲花是泰国人礼佛的花 彭丽媛高兴地表示 这生动反映了中台人民 价值理念相近相通 参观过程中 彭丽媛同其他经济体领导人 配偶亲切交流 合影留念